好了,大家好,今天太讚了 又是吃美的,太讚了 好了,以上就是這次點的 讓我的新品一絲,一絲脆雞寶 非常有償的,漂亮的,盒子非常特色 待會再猜給大家看 這次點是好滿足順強餐 所以就是一個漢堡 一個褲骨雞 褲骨雞 褲骨雞 一包中熟 以及加點的豐味雞款 也是這次清除的,一式豐味雞款 要不要喝 那我們現在先來裝排一下 要好吃 好了,那我們就來吃囉 先來吃一下這個蜂味雞塊 它跟一般的雞塊不一樣 它就散了一點 你看到一些意識的香料 現在來一些平方沾醬吃看看 呃,吃一點好像沒什麼差 聞起來啊,聞起來比較香 嗯,好 吃起來跟原本的雞塊是差不多的 好,問一下是不是這樣是沒錯 好,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豬爵 這次新的產品 意識 脆雞堡 給大家看一下 好的,就是高麗菜雞 下面一個沒辦法的脆雞 做清點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這個 這樣近距離也沒有一些刺激 沒有辦法對焦 它的麵包皮啊 是有一些意識香料的 非常的特別 口感應該也是不錯 它的炸雞跟那個 雞塊一樣 也是有做一些 好像沒有辦法對焦 沒有關係 香料的處理 好,好吃喔 剛剛就講了它裡面有一個 白醬 它這個起司這個白醬 非常的香 那個起司白醬 有點像奶油 然後 有點香菇那種白醬 給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非常的 是不是很動人 有嗎 大家害怕 吃起來會比 一般漢堡的鮮麵包的話 比較怎麼講 有多一層口感 但也沒有多太多 多一層鮮嗎 很快的 甚至會有口感起來 很快的 整體平分 我覺得它滿高分的 真的是不錯吃 它那個 蘑菇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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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熱 有那個 質感 知道嗎 質感 質感也出來 大家可以試一下 這個 蘑菇醬 蘑菇醬 這個蘑菇醬 還是非常的厲害 就這樣一塊 還蠻像魚排啊 還蠻像魚排啊 來去開丟 等一下我們的薯條 蘑菇醬 那我剛剛拿了 可以吃的 也是脆雞飽 差不多就是 到這樣啦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啊 價格的話 我不知道當點多少 反正我這個是 好滿足的 套餐是 就是194款 就是比一般的套餐再多一塊那個 叫什麼 五穀雞排 然後我又有加點 四個雞塊 這就是194耶 加上39 就是它的原價 還行 我覺得以麥當勞的漢堡來說 其實出的這個單品是 還蠻有那個 一個水瓶 那等到7月12 出的那個 牛肉漢堡 再來排擠 我也是這樣寫的那個 好了 那這一次啊 謝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現在把這個比較處理掉